大家好,我是冬季走橋的鮑勃 福岡市跟長崎市為九州的重要城市 福岡市區有超精彩的購物區 好吃的豚骨拉麵 周邊也有太宰府添滿宮 稍遠一點的話還可以到北九州市 長崎,充滿了濃厚的文化以及歷史風情 還有美麗的夜景 也告訴了我們戰爭對人類很大的影響 本支影片寶寶就來帶大家福岡長崎五天思野遊 福岡市為九州最大的城市 可以讓人逛到腿軟的天神區域 運河成了精彩水舞秀 悠閒的大好公園一帶 無敵美景福岡塔 豚骨拉麵真的超棒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著重在福岡市區 雖然福岡有158萬人 但很多景點都在博多車站附近 福岡地下鐵機場線的這幾站 腿力不錯的話 大好公園到博多這一帶用走的也可以 假設我們住博多這一區 飯店吃完早餐 我們從博多搭車10分鐘左右 來到大好公園這一帶 趁商店開門前先去喝杯咖啡逛到公園吧 大好公園位於福岡市的中央區 離逛街聖地天神這區只有一兩站的距離 搭車不到10分鐘 走路大概也只需要20分鐘左右 星巴克就位在大好吃的邊邊 鮑勃覺得這間店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地理位置 像是都市中的綠洲一樣 開在池畔 給了一種親友感 店外本身採用低調的咖啡色 跟後方的綠葉融合像是一棵大樹 除了跟公園景觀很大以外 家電跟很多星巴克一樣 使用愛護地球的材料 內裝跟外面一樣使用大量的木頭製作 前方有大片的落地窗 可以直接看到池塘 後方也有小片窗戶可以看到綠樹 店內窗明激進 使用大量的自然光 點亮整間星巴克 讓人感覺舒適且節能環保 今天天氣也好 所以我們選擇坐在室外的座位 邊喝咖啡邊吹風 看著福岡的在地人跟旅客 享受悠閒的時光 總面積約39.8公頃的大豪公園 比大安森林公園大了三分之一 其中約22公頃的池塘為最大的特色 也是日本較少建的水井公園 是11世紀福岡城築成的時候 將當時博多萬和狗的部分 也埋起來而成的 有時間的話 大家可以走到渠中藥的小島三個部 提到大豪公園就不得不提一下旁邊的武賀公園 也是福岡城階所在地 雖然天守閣已不復存在 但園區還是保留當初的城牆以及建築 大家可以走到天守台觀賞公園跟市區美景 這裡也是櫻花盛地 推薦春天的時候拜訪 離開大豪公園這一帶現在也是商店開始營業的時候了 我們就來好好逛一下天神這一區吧 鮑勃中午想帶大家去吃無敵爆排隊的豚骨拉麵一霜 但為了避免花太多時間排隊我們下午再過去 如果肚子餓的話大家就先在天神這一帶吃小東西 天神這一帶正是逛街天堂 如果你要逛百貨公司的話這裡有超多間 超大家的三月或者帕路口等等百貨公司讓你逛到爆 如果想要找小店的話可以在大明這帶尋寶 古卓店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不幸遇到下雨的話 600公尺長的天神地下街 有150家商店讓你逛到爆 小店街有著19世紀的歐洲風格 三個步也不like 不是那麼喜歡逛街 當然是想在市區散步的人 鮑勃推薦一路散步到天神中央公園這帶 看一下Arcros福岡 這棟掌板樹的建築真的很微 是以山為概念 那整棟建築綠化 大家還可以爬爬山享受一下城市綠洲 過個橋我們就到中洲這一帶 可以參觀一下國指令中央的化財 明治時代建立的舊福岡縣工會堂貴賓館 再經過福伯德愛橋 我們可以沿著河畔散步10分鐘左右 來到了伯多運河城 這裡是一個非常大型的購物中心 就開市中心 除了非常好逛 然後建築設計美觀以外 這裡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水舞燈光秀 每個小時都會有一次 搭配當今最流行的歌曲 配合著精彩的水舞 完全不逛街 在這裡看水舞也值得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三四點左右 大家應該也餓瘋了 我們就來吃個中餐吧 來到伯多車站附近的一雙拉麵 可以說是福岡最有名的豚骨拉麵店之一 要有排隊一個小時左右的決心 當然如果你挑比較不熱門的時間就會人少一點 拉麵的特色是密度很高 以及讓魚韻有醇的豚骨湯底 使用國產的豬肉長時間熬煮 由於濃厚然後帶著泡沫 被拉麵愛好者成為像卡布奇諾一樣的湯底 搭配知名麵店至麵屋慶食量身打造的麵 以及超好吃的叉燒等等素材 以及非常友善的服務 不愧對超好吃排隊明天的稱號 現在時間已經6點多了 我們搭8025分鐘前往福岡塔看看夜景吧 福岡塔位於早梁區 是一個高234公尺的電波塔 梁王台位於123公尺之處 可以看到很棒的海景 想像福岡市區的景色十分的浪漫 看完夜景我們搭8025分回到中州這代 現在應該有點小惡 我們來吃最知名的屋台 這位開在路上的小攤飯 販賣不同的料理 這區我們白天的時候有走過 但那時候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普通的河濱公園 晚上搖身一變就變成屋台村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料理吃 但在屋台吃飯的時候有些禮儀要注意 大家可以上網查查看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這裡結束囉 幾ğl 闆斯港的復古風情 龐戶市場有超殞新鮮海鮮跟河豚料理 改變歷史的瑪觀條約簽約之地 連結九州跟北州的海底隧道 拜訪日本城堡,在市場吃丼飯,今天的行程真的很棒 第一個行程就往門司港出發吧 門司港開港到現在已經有130多年的歷史了 整個區域充滿了明治跟昭和時期的西式建築 讓我們吹著海風,好好享受這個區域吧 這裡位在北九州市的北端,也是九州最北端的區域 從福岡市博多大城新幹線,轉達電車,只需要40分鐘左右 從北九州市最大的車站、小艙車站出發,也只需要10多分的車程 這裡與本州山口線下關市中間只有隔著關門海峽,兩個地方非常的接近 雖然我們剛到門司港,其實第一站要前往下關市 因為那裡有超棒的漁市場,所以早上去吃,最新鮮可口 我們從門司港乘船五分鐘就到了唐戶市場 這裡又稱作關門的廚房 因為明治時代這裡海外貿易的興起,讓人口聚集 久有久之就有了新鮮的魚菜市場 這裡早上就已經人潮洶湧了 大家聚精會神挑選花蒜新鮮的壽司 生魚片 河豚料理 或是海鮮丼飯 買完之後就可以直接坐到海邊吃 邊看海邊吃海鮮 是市區無法體會的爽感 如果你想要吃河豚料理的話 可以在塔培樂宮2021定時百名店市場食堂 試試看各種不同料理方式的河豚 肉質鮮美,而且價格非常合理 一兩千日圓就可以吃到高級的河豚料理 離開市場我們就在下關周邊逛逛吧 1906年建立的舊下關英國領事館為國家裝文化財 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領事館建築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兩層都不會很大 包個十幾分鐘就可以逛完了 日清獎和紀念館為日本有型文化財 重現了改變我們歷史馬關條約的清淵之處 關門隧道是連接本州跟九州的海底隧道 1958年建造完成 這裡可以讓人走過去 全長780公尺 你可以地下五六十公尺的海中 來回九州跟本州的界線 蠻有趣的 我們走回北九州後 再度回到了門司港這代 接下來到下午三年左右 大家就在這個區域好好來旅遊吧 門司港車站建於西苑1914年 為日本第一個指定為中華文化財的車站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車站改札一走出來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間星巴克 直接位於站內 為當時三等等候室的區域 咖啡店的主題是說書人 裡有咖啡來傳達歷史 給這裡的旅客 牆壁的色調為白色 腰臂跟天花板的部分皆為淡黃色 跟車站的外觀非常的搭 咖啡店裡面有幾個特色的小細節 比方說這個火爐跟鏡子 不知道是不是當初大陣時期又留下來的呢? 門司港是日本近代化產業革命的重鎮 這邊奈後鋼製作的霸台區 有著不同時期星巴克的logo設計 可以做的跟日本火車前方的headomark一樣 非常有趣 至於咖啡店的座位區使用浮缸產的苦鈴所設計 木質調而深色的座位 跟黃白色的調星巴克內裝有互補的效果 車站這區又稱作門司港retro 充滿了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 日本三大港之一門司港的歷史氣息 這也是日本知名的觀光地區 每年吸引了約200萬人來訪 有許多歷史古蹟或景點可以參觀 綜望化財舊門司三井俱樂部於1921年 作為三井物產的接待和住宿設施 是一棟兩層樓的木造建築 1922年愛因斯坦夫婦也曾經住過這裡 沿著海邊悠閒的散步 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少地標建築 比方說建於1927年登陸的行為化財 北九州市舊大阪商船 或是北九州市立國際友好圖書館 Blue Wing Moji 是日本最大可以讓人行走的吊橋 就是有船經過會升起來的那種 據說因為很浪漫讓這裡成為戀人聖地 想要從另一個角度觀賞門司港的美景 可以登上門司港的レトロ展望室 可以從標蓋百公尺 31樓觀看美麗的門司港景色 由於周邊沒有大樓 那也可以無遮蔽地看門司港 海景以及對面的下觀室 九州鐵道紀念館是一個鐵道迷不能錯過的景點 展示區展示了九台二世紀不同時期的列車 其中1937的Kiha 42055號 也是日本的中央五花材之一 迷你鐵道公園可以讓家長帶小朋友 體驗搭電車的樂趣 本館的明治時代客車可以入車廂體驗 二樓也放了許多重要的鐵道文化財 本館本身的建築物本身也是一個文化財 離門司港只有一個海峽置隔的下觀室 也有很多好玩景點 唐戶魚市場可以平移價格吃到新鮮海鮮以及河豚 也可以拜訪影響歷史馬關條約的簽約之處 離開門司港我們搭乘電車回到小倉 這裡有幾個不錯的景點可以參觀 這裡也是今天精彩行程的最後一站 大家可以自由安排這一區景點的前後順序 位於商店街內的洗肉壓貝卡裡的煉乳麵包 或是奶油麵包真的超級好吃 包伯拜訪這裡兩次過 商店街很大很好逛 如果不想逛街的話沿著河畔散步也不錯 蛋過市場又稱為北九州的廚房 是一個有百年歷史的市場 有一百多家經營鮮魚、蔬果、筋肉、熟食的店鋪 這裡最好玩的是大學堂的大學凍 先在大學堂買好米飯後 到市場各家店去購買食材 買完之後回到大學堂 幾個想要自己設計的凍飯 有點像是網上疊的便當概念 小倉城是北九州市最大的地標之一 也是福岡縣唯一的一個天守閣 原本建立於西元1602年 天守閣於1959年重建完成 大家可以在城區散步或到天守閣 360度觀賞小倉這一帶的景色 今天的行程就要小倉結束囉 太宰府天滿宮這代 是九州最知名的旅遊景點之一 每年約有850萬人參拜 周邊的商店街也有超多美食可以享用 知名的星巴克也在這裡 晚上搭配福岡名物水翠料理 然後在博多周邊逛逛 結束精彩的一天 我們一早大概九點就出發到太宰府吧 太宰府位於福岡縣的中部 距離福岡市東南方約16公里 從天神搭車大概半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除了交通方便以外 大部分的景點都距離在車站附近 挖個幾個小時在這裡來場充實的旅遊吧 我們從車站一出來 首先迎接我們的就是天滿宮參道 是前往天滿宮之前的商店街 在400公尺的道路上走過80家店 雖然聽起來不是很多 但充滿特色的商店可以讓你一次逛得開心 比方說超人系的星巴克太宰府天滿宮表參道店 光是從店外看就充滿了特色 自然的素材將傳統跟現代融合 使用木組的方式 將雪松木條用對角的方式編織而成 讓空間有方向感跟流動感 這種設計方式也帶到了室內 總共使用了約2000根木條 大概是4公里的長度 從牆壁到天花板無處不在 支撐了整個建築物 除了木頭外這家店的基底色調有灰色 讓木條的淡色看起來更顯眼 真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衛員武所設計 星巴克本身的建築很細長 寬7.5公尺 廠約40公尺 室內的位置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當然上午拜訪太宰府的第一站比較好 否則人一多起來可能連室內都進不了了 店的底部小小的庭園 綜合代表太宰府填滿功的梅術 大家可以到室外喝咖啡 創業100年的Casanoia 應該是太宰府名產梅枝餅最有名的店 梅枝餅可以說是紅豆餡餅 Casanoia使用手工化 加上自動化設備 確保質跟量都一定的水準 吃起來甜甜QQ 然後外皮很脆 天山的鬼瓦夢拿卡非常的知名 有一次超大DX草莓大福夾心餅 不但大又甜 也超級適合IG打卡喔 竹子安是一家漢堡店 特色是炸雞漢堡機炸雞 雞肉炸的酥脆不油膩 福岡產的石就有碗小麥 讓麵包皮吃起來非常的實在 福岡知名的明太子店 在這裡也有分店 大家可以點一杯明太子茶泡飯 享受溫和 但帶有點微辣的特別實感 離開參道我們來到太宰府天蠻宮 這一創建於西元99年 所祭祀的是學問之神尖元道征 所以也是考生祈求合格的知名神社 經過新字池的太古橋 我們可以看到美北的紅色樓門 接下來繼續往下走 我們來到了本店 本店為中央的化財 建於西元1591年 為日本陶山時代的豪壯華麗樣式 我們就來死球好運吧 鮑勃最喜歡比種附近的小山丘 這裡有小小的瀑布 然後往上爬 還可以由上往下看天蠻宮的景色 從倉普池走過幾分鐘 我們通過一個很長的手幅梯 來到九州國立博物館 這裡是繼東京、京都、奈良後的第四個國立博物館 設於2005年 這個博物館有亞洲的歷史觀點、看日本文化 簡單來說這個博物館也很適合非日本的觀光客參觀 以中間的展場為主 加上另外11個小展場 每個小展場都代表不同的年代 很好懂 館藏也有非常多珍貴的國寶跟文化財 逛完太宅府這區域時間也漸漸傍晚了 我們回到市區吧 大家車到中州這一帶 來吃正統的博多水炊鍋當晚餐 鮑伯覺得都難得到這裡了 要吃就要吃最有名的店 我們來吃博多、味醋、伊肉哈吧 這家地在塔北都會有超高的3.85分 在Google Map上也有4.2分的好評 招牌料理為水炊 簡單來說就有雞肉高湯火鍋 湯雖然看起來很輕 但實際上有非常濃郁的味道 然後加上雞湯煮出來的柚花雞肉、雞糰子 以及各種不同的蔬菜 太棒了 這家店開業已經60年了 創業之初就秉持了極度講究肉類 和蔬菜等各種食材的理念 雖然日本有很多家店都有水炊鍋 但食材跟60年來的細心烹煮方式 讓這家店成為福岡 甚至全日本最有名的水炊鍋店 讓我們就在這裡慢慢仔細的品嘗晚餐吧 吃完晚餐我們就從中洲這一帶慢慢的散步到博多車站 一路上可以經過夜晚的河畔 也可以看看運河城的水舞秀 如果到博多車站還有點時間的話 還可以逛一下車站大樓百貨公司 或者看一下燈飾 結束精彩的行程 我們第一次天從福岡搭車大概兩個小時來到長崎 現在時間大概早上10點左右 我們從長崎市南山手區域開始今天的行程 山丘上可以俯瞰長崎港的哥拉巴園 寫著當地居住外國人的歷史 是一個美景跟歷史意義兼具的旅遊景點 長崎市南山手區域是日本的 重要的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 自從1859年長崎港開放 讓外國通商後 這裡就被規劃成外國人居留地 其中最知名的景點就是哥拉巴園 雖然稱作哥拉巴園 但這裡除了有知名商人哥拉巴以外的集中建築 其中三棟更是日本的中澳化財 每年有100萬以上的遊客到此一遊 到達哥拉巴園後 我們可以依照園區推薦的行程 一路由山丘上往下走 這裡貼心的擺設手扶梯 讓大家不需要花力氣爬坡 園區最上方的前302號船屋 建於1896年 是給船隻停泊在碼頭進行維修時 船員所居住的設施 這裡可以看到海港的超美景觀 往下走來到老沃克的故居 建立於明治時期 沃克為日本航運 以及軟式飲料現代化的先驅 舊林格住宅為國家中澳化財 建於1868年 佛雷德里克林格 可以說是明治到昭和時代的商界大佬 建築為日本罕見的陽式食屋 陽台也是看海的好地點 建於1865 也是中澳文化財的阿爾特故居 看起來有點像好萊塢有錢演員的氣派豪宅 甚至還有噴泉 阿爾特本身為知名的茶商 就哥拉巴的住宅是中澳文化財 也為世界文化遺產 明治日本產業革命遺產的一部分 也是日本最寡的木製西式建築 建於西元1863年 為木造平屋 建築面積129.2平方公尺 除了哥拉巴園壁光以外 日本國寶 其為長期的教堂群 與基督教相關世界遺產的大普天主堂 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建築物 建於1865年 由於教堂內不能拍攝 就請大家自行前往參觀囉 有點嘴纏的話 突厭這裡的長期南山手布丁 使用在地的雞蛋牛奶等等的材料 製作絲滑柔順的布丁 除了原味以外 還有不同的口味喔 這象徵大普天主堂彩繪玻璃的布丁 好吃又適合IG打卡 離開南山手這區 大家也有點餓了吧 我們走個20分鐘左右 來到極宗 這家店已經有150多年的歷史了 忘了看到這麼有歷史感的店外觀 跟店內應該就受不了了吧 這家店有不少特色料理 最知名的應該是茶碗蒸料理 包補點的極宗定食 就有一大碗茶碗蒸 除了茶碗蒸吃起來很鬆軟 料也非常豐盛 配上蒸壽司以及其他配菜 可以吃得非常飽 如果胃還有空間的話 可以點集中特製的青魚壽司 青魚本身為長期本地產 加上白板昆布以及特製醋飯 酸酸的很好吃 吃完飯現在大概是下午2點多 集中這一袋可以算是長期的市中心區域 我們在這裡的商店街散步買紀念品 說到紀念品 就不得不提長期蜂蜜蛋糕 記得買一條回台灣喔 現在時間大概4點左右 我們前往下一個景點 初島 初島是日本鎖國的200年間 唯一對外的貿易港口 所以時間可以追溯到西元17世紀 剛開始為葡萄牙人居住 後於1641年建立了荷蘭商館 很可惜這裡於明治時期的萬暗改良工程中消失 從2001年這裡開始的建築物復原計劃 如今已經復原了10棟建築物 美容建築物都可以參觀以及學到有趣的歷史 大家就在這裡待個一兩個小時吧 逛完初島現在時間也日落了 該是看夜景的時候了吧 我們出發前往稻佐山 這是一座標高333米的山峰 大家可以搭乘攬車 從冤神社站出發 待五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觀景台 新世界三大夜景的長期夜景真的不得了 水中的建築倒影跟山上的建築 讓這裡的夜景有一種別於其他城市的立體感 離開觀景台 大家可以搭乘2020一月推出的slopecar 可以說是在山上跑的電車 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觀賞長期夜景 離開稻佐山 我們搭公車回到中華街這一帶 我們來到長期平價很好的 中國菜館江山樓心館 吃長期的另一個名產 強棒麵 行程時間是晚上 但寶寶實際上拍攝的時候是下午 所以室外也是亮的請多見諒 強棒麵簡單來說就是石井麵 加了豬肉、貝類、魚類、蔬菜的大雜燴 之前的營養滿點 我們另外點的東坡肉跟春捲也都不賴 吃完晚餐我們第一天的行程也要結束了 有點餘力的話我們可以走個十分鐘左右 來看一下長期的另一個知名景點 眼鏡橋 這座橋是日本最古老的拱形石橋 建立於西元1648年 為國家的中華文化財 因為水的倒影 那座橋看起來像眼鏡一樣 白天看的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明天還會來 但不知道如果你喜歡這裡的夜晚 因為散步起來真的很浪漫 那我們一天行程就結束囉 我們今天從早上九點開始 首先來Half Nagasaki吃早餐 這裡算是個飯店加上co-working space 但也有咖啡店跟早餐 用餐區很時尚美觀 早餐也很豐盛 吃完早餐後我們走個幾分鐘 回到眼鏡橋看看早餐的長相吧 嗯,果然很像眼鏡 大家也可以來找找愛心石頭喔 接下來從四丁的方向往山上走20分鐘 我們來到風頭山公園 這裡是一座高約150公尺的小山 在這裡可以看到幕府末期知名人物版本龍馬的雕像 也可以看到另外一個角度長期的景色 往山下走回到四丁這裡 這個區域有許多寺廟可以參觀 鮑勃拜訪的崇福寺 為日本最寡的中國市寺院 創建的年份為西元1629年 大雄寶殿以及第一封門 皆為日本國寶 由於這個寺廟是由福建省的華僑興建 且信徒皆為福建移民的華僑 近年也有媽祖廟喔 離開崇福寺也到了中餐時間 來吃當地知名的Attic 大家餐廳就位在海邊 氣氛非常好 我們來吃吃長期的另外一個特色料理 土耳其飯 土耳其飯其實有點像是日本餐廳會見到的兒童餐 由炸物、義大利麵、咖哩以及抓飯組合而成 吃起來口感豐富 吃完了中餐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2點 我們前往建營最後一個行程 長期元爆資料館 這裡紀錄了1945年8月9日 美國空軍在長期投下的原子彈 所造成的後續災情及傷亡 保留了當時的建築物以及遺留下來的物品 除了資料館以外 平和祈念館是紀念因為原子彈過世的人們 平和公園擺設許多當地以及國外贈送的紀念物 祈求世界和平 以上就是我們福岡長期五天四夜的行程 最後一天 接著我們再次一些電子彈